大家好,我是肥泰駱 又來到光王才俊的開箱時間 今天要開箱 跟這隻哥姆娜的頭 是很有關係的 就是 阿里泰米托米亞斯 哥姆娜 嘩 嘩,盒子很漂亮 写著 阿里泰米托米亞斯 哥姆娜 左邊有55周年超人Local 下面有紅色BENTAI LOC 旁邊 後邊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屯尾版本 這裡也寫了,可以安裝 究極玄谷怪獸博覽會頭 即是說這個開口版可以插上頸 形成一個換頭的效果 這邊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事不宜遲 馬上開箱 簡簡單單 本體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血肉模糊的爛尾配件 還有一盞燈 三樣東西就是這麼簡單 頭部就要自己裝上去 很簡單的 只要對準個位置 按一按進去就完成了 但它給我的感覺 真的十分之肥大肉厚 它的身和它的尾都是很厚的 可以說是很足料的 我們近距離看看它的紋味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它割這些紅色的條紋 它臉上的皺疊 可以看到它肚子上面 這些粒粒粒的尖釘 後面 它這些皮膚的紋理 起角的位置其實是軟膠 不會那麼容易掉崩 記憶上 我感覺上它好像深色了少少 印象中的皮套就是淺啡少少 這個顏色上可能就深了少少 不過也不是很大問題 在不同的光澤和鏡頭之下 可能也有少少不同 顏色這些就因人而異了 我們現在看完它的造型之後 就幫它進行亮燈儀式 亮燈儀式也是一樣 摸了它的頭 它就會附送這個燈泡 甚至要開著這個燈泡 放進去 亮燈儀式就完結束了 我覺得它這個眼睛真的光亮得很厲害 是比起它劇中原版更加光亮的 它那個劇中原版的眼睛 因為眼睛不算很大 所以其實那個發光效果是沒有那麼明顯的 這個怪獸呢 是比它那個怪獸的皮套更光亮的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其實它是藍眼珠 如果大家有買到究極玄谷怪獸握錢會 不是不是不是 是究極玄谷怪獸薄藍會的光莫拿頭的話 也可以連動的 我們現在就換上頭 看看有什麼不同的效果 眼睛看見到 玄谷怪獸薄藍會那個 口是抹得大一點的 現在這個版本 口是比較小的 再裝上去 其實效果的分別 不是太大的 看看你喜歡它抹大一點的口 還是口沒有那麼大 抹小一點的 我覺得抹大的口 好像形仔一點 所以我就會選抹大它的口 除了玩頭之外 還可以玩一下尾巴 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尾部 是有一條線 大家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剝它的尾巴出來 要用少少力 我們就可以得到 哥摩娜的尾巴一條 劇中 它的尾巴就會在城市上彈一下彈一下 就是因為它有少少像是四腳蛇斷了尾巴 尾巴會自己繼續移動的感覺 我們拿出這個爛尾配件 大家可以看到 是很淒慘的 被人切斷了尾巴 這些是肉模糊的爛肉 看到也覺得痛 但沒辦法了 我們也要幫你 安裝爛尾巴上去 好了 安裝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了 爛尾巴的效果 大約是這樣的 很慘 哥摩娜沒有了尾巴 劇中 它就會這樣搖 在這樣搖 因為它不見了尾巴 但它也繼續想發尾 所以就形成了一個 哥摩娜的扭屁股劇情 這個畫面 真的十分之經典 如果大家想100%還原當年的效果 一定要用這隻 B-Type的超人吉田 因為怪獸殿下那兩集 超人吉田 都依然是B-Type皮套 所以選用B-Type的超人吉田 發光扭蛋 就是最佳效果 官網本身的圖 就是這個網 這個網 就是當時 運送它回到日本大阪的網 我本身以為是有的 誰知原來出來 這個只是建議玩法 我有點失望 如果拿這隻 跟SHF對比的話 雖然大家也可以換尾巴 那SHF那隻就是可動 還有造工好一點 這隻就是可以發光 還有價錢便宜一點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時間 又差不多結束了 又來到評分的時間 今天的專業評判 就是噴火龍 經過我跟他商討之後 我們決定是會給 8.12 6443分 Puriniamu版的怪獸光彈 一向的質素都不錯 都算是可以對得起它的價錢 其實因為Puriniamu版本身 它的QC位造型質素 都會好過普通的扭蛋 而且怪獸彈 它本身是更加複雜的 每一次出來 最後其實都會滿意 這個也不例外 價錢上它會維持500元左右 可能你們都會覺得有點貴 是的 是的 的確有點貴 一向這個系列 價錢貴 都可能是它一個小小的缺點 如果大家要買 就要盡快入手 因為這些始終是雲限商品 現在暫時都很少見 會有載版出來 所以它的價錢會越來越貴 如果大家要買 就要盡快入手 如果不盡快入手 很快就要吃炒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抱歉 SHWATCH